大家好,这是舞蹈电影,我是老吴 今天给大家聊一部高分韩国喜剧片 李光珠主演的《我的一级兄弟》 话说韩国片真的能抓人情感 不管是搞笑还是催泪 都能把观众的真实感情激发出来 在韩国都市的边缘有一个责任之家 他是这里的福利院 住着的都是一些略有不同的孩子 姜石河患有颈椎脊髓损伤 脖子以下全部瘫痪 他的母亲已经过世 一个无等亲的亲属把他送到了这里 新厨在市河的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就离开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市河慕然地看着妈妈的照片 心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期盼 神父让他和新朋友打个招呼 可市河没有兴趣 在这里没一个能正常交流的 能有什么朋友 东九是个智力低下的男孩 经常受到其他人的欺负 姜石河最看不过一腔凌弱 不惜头破血流也要全力反抗 有些看似强大的敌人都说外强中干 胖子被吓哭了 从此东九有了人生第一个朋友 咱们之家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定期举办家长相见会 既然都有父母陪同吃饭 东九和市河没有父母来探望 只有神父陪着吃饭 东九吃什么就给市河吃什么 神父吃完饭就需要慈善捐款 忽然飘了一阵泡泡 东九兴奋地去追 却一脚把轮一下的石头踢飞 市河一路向后 他惊恐地看着前方 忘记了呼叫求救 忽然有人大喊 有人溺水了 神父一看 正是市河和东九在水里 硕大的湖面 东九艰难地拖着市河往岸上游 还好市河得救了 是东九救了他 从此两人就成了生活中的完美搭档 东九帮市河刷牙 市河教东九一些基本认识 每天半夜东九都要准时醒来 帮市河翻转身体 东九还每天推着市河一起上下学 乐此不疲 神父市九成也 给人主持婚礼弥萨 也不忘备上一杯 他在婚礼上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这段话很好很深刻 我们最后再说 数年后神父去世了 东九长成了李光柱的模样 市河长成了圣和君的模样 神父走了 东九感觉再次被抛弃了 就像他的妈妈抛弃他一样 他问市河 哥也会离开我吗 市河安慰他 你不帮我推轮椅 我哪里也去不了啊 街人走了 可生活还要继续 福利院的账单已经六月没交了 他们来到银行申请贷款 结果遇到难题 市河不等写 东九不会写 市河跟东九详细描述了大半天 才让他找到签名印章 这里其实是一个搞笑片段 但其实是在侧面说明 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东九一次次的错误 市河是在用全部的耐心 在给东九讲述 房租没有着落 市河在便利店忽然找到一个财路 质量的服务经理 在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上学上班入职 都需要志愿着服务公司 而刚好他们在福利院 就顺带开通了个收费项目 服务登记20个小时 外加报告13万韩元 拍照和影临算 国内大学申办报告书5万 200个小时公司 50万韩元 照片发表出去 结果被公务员老哥发现了 老哥告诉他们 没有神父 福利院即将被关闭 市河很生气 关了就关了吧 之后就不会那么心烦了 可是市河是肢体障碍 东九是肢体障碍 会被分到不同的机构 听到这儿 两人愣住了 市河很心烦 想了如何摆头困境 可东九不管 大喊着要去游泳 市河说不去 东九又对着电线杆 光光光的状况不停 游泳馆正在举行游泳比赛 今天没法游泳 可东九听了哨声 直接一猛子扎了进去 女管理员也脱掉衣服 跟着下水 哇 这个身材 好像喜欢游泳的人 身材都不错 东九一路狂游 管理员一路猛追 最后东九打乱了比赛 却赢到了全场欢呼 因为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事后 市河看着别人的奖金 心里又有了主意 女管理员叫美贤 每天打联工 生活并不如意 每顿饭也只能吃泡菜罐头 就着白米饭 事河找到他 想起了锻炼东九参加比赛 奖金四六开 并为他计算志愿者攻时 东九虽然只有五岁至上 但是他做事学习 会像小孩一样努力 他在水中畅游无阻 好像游泳真的是他的天赋 他们找到了游泳比赛报名点 结果被告知报名截止了 没办法了 事河使出了绝招 直接在众人面前倒地不起 诈成对方故意伤害残障人士 借此才拿到了参赛资格 收到了媒体采访 一个妇人看到的新闻 好像想到了什么 游泳比赛上东九有些紧张 福利院的朋友都来给他加油 哨声响起东九冲出一马当先 眼看奖金就在眼前 他停下来看着前方呆住了 事后事河很生气 第一次说东九是傻子 傻子是东九的敏感词 条件反射举手就要打人 事河更是气了 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乖这个乖那个 东九急了 猛然地拍打自己的脑袋 为了缓解争吵 老哥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请大家吃饭 一顿烤肉过去 东九给美贤搬了一大堆罐头 美贤只听了开罐的声音 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食物 这得吃了多少时间的罐头 才有这份才艺 心疼这位大哥子姑娘 玩上东九跟哥哥道歉 说下次一定会好好游 事河问他到底害怕什么 东九回答 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妈妈 其实事河并不是一心 想要东九拿奖金 东九成人了 就必须有自己的职业 只有得紧了才有资格交游泳 美贤理解了事河的良苦用心 忍不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婚人来了几辆车 要把其他人带到金子福利机构 大家酷喊着不要走 东九也着急拍打自己的脑袋 事河红了眼说 干嘛要这么对我 我也很累啊 滚 大家都滚 事河眼中满是无奈 其实他也是万般不舍 福利院按照规定要被拆除 事河和东九申请了自立生活 他们暂时住到老哥的家里 东九虽然智商不高 但是走到哪里都是整整齐齐的 第二天他们去申请公寓 美贤想要帮写申请 工作人员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 三人一起回答 没有那么多人要照顾 事河想得轻松许多 他们相约去看电影 东九忽然发现 美贤和事河在一起很快乐 看电影的时候 东九也看不懂内容 只能看着事河他们的笑容 跟着一起傻笑 看完电影高高清晰的回家 结果在家里等着她是东九的妈妈 这忽如其来的母亲 让东九有些抗拒 这夫人确实是东九的母亲 不过抛弃了几十年 忽然想找回孩子 在事河看来 她没资格 更没有必要 她来指挥打断东九现有的生活 夫人却反讽 你让东九伺候你吃喝拉撒 你有问过她愿意吗 俩人越说越激动 最后东九母亲 只言要夺取抚养权 母亲找东九说话 拿出她最喜欢吃的年糕 东九却问 自己一直在游泳池旁等着 但妈妈没来 东九好好吃饭 好好上学 每天每天等着妈妈 可妈妈还是没来 东九虽然只有小孩的智商 但是她明白 自己是被抛弃了 是很反感东九的母亲 她借断了那些 嫌弃自己子女的父母 可东九陷入了困境 那毕竟是她等了多年的妈妈 然后东九一下就成长了 都可以自己留意的点餐了 而实际上 说话的是适合 这口型对的 东九母亲要挣夺监护权 两边不惜对付公堂 适合想要教东九 如何回答法官的话 可这对她来说太难了 审判厅上 两边提供的证据 都是很无情的 对方指责适合 利用东九游泳设取奖金 又找到证人 先发适合利用福利院的优势 帮人作假志愿着公食 此次审判虽然没有结果 但一切都是不利于适合这边的 晚上东九母亲 再次来给东九送吃的 两边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 这时东九站起来 挡在适合的前面说道 不要对哥大吼大叫 经过几天的调教 东九已经能够准确回答了一些问题 比如她想和哥一起住 哥的名字叫江适合 东九在审判前 会有和母亲见面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 她偶然看到适合和美贤在一起 满脸的笑意 对方律师指控适合 利用了东九的智力问题 让他给自己当鸟做马 适合坚然地扭动脖子 具体力争 如果我利用了东九 那东九也利用了我 如果是东九帮了我 那我也帮了东九 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利用 才一起活过来的 适合说完 全场哑雀又生 所有人都被这对搭档所感动 东九如果跟着母亲 生活上会有优势 如果跟着适合 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艰难 但也算完美 法官宣布 最后让东九亲自选择 自如意愿才是最好的选择 东九正在法庭的中央 尽量地右手倾金爆出 法官让他选择 他看看左 看看右 最后抬手指向自己的母亲 适合惊了 全场议论纷纷 不该是这种结果的 当最后东九 说出妈妈两个字的时候 这个审判终于结束了 之后东九母亲来接东九 东九蹲起来 想和适合一起走 适合还有一些生气 你走吧 没有你 美贤和老哥都会帮忙照顾我 临走前 东九把自己设定好的闹钟 交到美贤的手里 就此两个几十年的完美搭档 还是分开了 东九到母亲的家里吃饭 可她还是习惯性的为别人吃饭 适合被分配到的福利机构 吸引的照顾 总不如东九那么完美 美贤也因为超长的志愿者功识 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美贤来看望东九 诉说大家的现状 分别都过得很好 东九却忽然站起来 拍打自己的脑袋 口中念叨 哥一个人不行 哥一个人不行 哥说过美贤会搬哥推轮椅的 美贤这才明白 当初法庭上 为什么东九会选择母亲 他以为美贤会和适合在一起 才故意坐出了退让 适合收到消息 一整晚睡不着觉 晚上三点的闹钟响起 东九起身 适合却没在身边 第二天 饭店的顾客需要点火 东九却看着轮椅出了神 不小心酿成骚乱 他趁机跑了出来 打车说要去责任之家 司机看到他衣服上的字样 把他送到了游泳馆 到了这里 游泳馆一个人都没有 东九看到旁边的购物车 忍不住双手抓住 他催着购物车 好似又和适合在一起 他一路推 一路走 经过很多地方 最后竟然回到了责任之家 这里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东九就正正的看到那里 适合哥 不喜欢脏乱的地方 然后他开始一点一点的收拾 晚上他看到上普天的照片 忍不住哭出了声 商店已经对他如此不公 为何还要遭此待遇 适合收到东九出走的消息 大吼着关我什么事 可半夜他看到闹钟 忽然响起了责任之家 适合呼唤手机C锐 想要不打电话 一用力倒了下去 面目朝下无法翻身 适合会有生命危险 他大声呼救 好没人应答 不过还好 他最后醒了过来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告诉老哥 东九可能在责任之家 东九的妈妈赶到那里 果然找到了虚拽的东九 先照顾适合总想偷懒 他介绍一款口动轮椅给适合 为了让适合自己学会电动轮椅 心里也是各种诱惑 每天来电话 说今天是东九游泳比赛的日子 要适合参加 适合还是赌气说自己不去 可他在练习口气的时候 意外碰到了墙墙的布袋 里面散落一地的吸管 还有两个被握到开胶的轮椅扶手 那得是多少时间的紧握 他们又一起走到多少的路程 想到这儿 适合骑着轮椅策马奔腾 他要赶往比赛现场 一路上与汽车狂飙 最后在赛场门口 一个几两弯倒了下去 他尽量的呼唤Siri 拨通美贤的电话 他留言给美贤 让东九的妈妈站到泳池的终点 这样东九才能游完全城 此时东九已经站在了选手的位置 哨声响起 东九直冲出去 可他回来的时候 再次站到了那里 他想起了妈妈抛弃他之前说的话 他会在这里等着他 现在东九的妈妈站在前面召唤他 可他却无动于衷 此时适合出现了 东九这才有了动力奋勇向前 他来到适合的面前 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做他们熟悉的手势 抹去割脸上的泪水 接着转身到后面 继续紧紧握住轮椅的手把 这对完美搭档 终究谁也不能离开对方 接着电影的最高潮部分来了 电影回到最初那个下午 适合的轮椅一路往下 最后卡在了大树旁边 他原本是不会掉到河里的 可他看着别人家温馨的画面 一狠心头顶的大树 自己把自己推入河中 他以为自己就这么死了 可东九跳入河里 带着适合一起向上 两人躺在河边的草地上 大口喘气 适合从此获得新生 故事的最后 东九的妈妈 把东九还给了适合 两人再次住在了一起 哦对了 还有美闲 三个人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自此电影结束 这又是一部 让人哭笑不得的电影 又是改变真实的生活故事 电影把福利院的生活 讲得很轻松 很幽默 让我们忘却了 他们生活中的悲伤 神父曾经告诉适合 责任之家的意思 人一生起来 就有活到最后的责任 活下去是对生命 最基本的尊重 即便是像是和那样 一无所有 他也有活下去的责任 神父在婚礼弥赛上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不管是人心还是爱情 然而 如果我们可以接纳 和忍受对方的错 那么爱就可以永恒 我们都很软弱 很容易受伤 经常让别人失望 也会自我绝望 这是如果有人接受 和原谅我犯的错 两人就可以重新来过 共度一生 一个人很难度过难关 但和另一半可以相互扶持 如此一来 软弱的两个人 才能在生活中变得强大 这是神父讲给两个新人的 也是讲给东九和适合的 神父的这段话 其实也是电影全面的中心思想 适合和东九 在生活上都是软弱的人 各自生活很难度过难关 一场意外 让两个人黏在一起 你做我的四肢 我当你的大脑 他们相互扶持 相互需要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 弱着因为弱 才能帮助别人 只想着自己就会死 但是想帮别人 就会想办法不会死 适合是想帮助东九 才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东九因为想帮助适合 才那么努力的活着 东九从小被妈妈抛弃 连在游泳的时候 都在寻找妈妈 可当他妈妈 终于来找他的时候 他却拒绝了 因为在适合这里 他才有被需要的感觉 才具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当他看到适合和美贤 在一起是那么快乐 他选择离去 并不是因为他慷慨大意 要承认之美 而是因为他感觉不被需要 感觉再次被人抛弃 东九是最早明白 弱者忽住的意思的 适合很聪明 却是到最后 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那么 只有东九和适合 这样才算弱者吗 不是的 其实电影中 还有一个弱者 被我们忽视了 南美贤 他曾告诉适合 不知不能走路 让人沮丧 一直走 却总是原地踏步 一样令人沮丧 美贤看似很坚强 但在生活上 他也是弱者 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 他遇到东九和适合 有了被需要的感觉 感觉自己 也有能力照顾他人 因此才变得快乐许多 弱者住在一起 相互利用 相互需要 因此变得强大 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现状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三连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